等待50分钟 OK 旁边呢也是一个海滩 也可以拍到很漂亮的风景 所以早一点过来这里是OK的 就是拍拍照 然后等它做好的过去吃哦 它这里只卖4个东西 我们每个都点了一样 我们还在等着 等半个小时了 那应该就快了就快了 终于进到来了 大概要等 哇真的是等50分钟 头发被海公吹到好乱 等着我不确定我们吃不吃的完 这个是那个鲍鱼 哇 好硬哦 很鲜甜的味道 哇 哇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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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烫 哇 这把鲍鱼好喝 熟到更加好 味道更鲜甜 然后剩下这些底锅饭就要加汤进去 然后再 盖着给它们 然后放一边 等一下吃完再吃 吃一口饭 嗯 嗯 它饭呢是拿那个 鲍鱼那一张去炒的 可是鲜味 鲜味的鲍鱼饭 吃下一口粥 一定要有鲍鱼的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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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氛围要差不多 可是它是 豆的形 形态 嗯 嗯 哇 哇 嗯 这个东西哦 它有那个 吃过的那个旁边旁边锅的味道 就有点烧焦味 所以我觉得 没有一般工味 没错 吃下这个橙汁 哇甜的不错 我们买 就在那个鲍鱼餐厅的旁边哦 有一间这个小吃店 卖了一个季州出名的橙汁 跟那个小小个土地神的那个模型的那个饼干 它的东西其实蛮好吃的 其实我本来以为没有什么很好吃 只是我在那边 然后就给我们吃一个小小的那个 sample 然后就发现 其实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就 下来买一包来吃 真的好吃 这间餐馆的鲍鱼我觉得不错 特别是那个 煎的 就是石锅上面煎的那个鲍鱼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香的煎的 因为它的鲍鱼的鲜味都出来了 只是那个生的鲍鱼我本身 个人不是很喜欢 那个饭跟粥都ok 都可以try 好 有机会的话 大家来可以试试吧 就是这个小小个的东西了 这个东西很好吃 里面是放那一个 橙的 那一个馅的 它蛮甜甜的样子 我觉得真的 好爽口 好吃 好了现在我们吃完东西 我们就要去下一个目的地 就是设地可知 我们走吧 Let's go 其实我到设地可知的时候呢 那个麦克风就 它的声音完全没有录制到 所以呢 我这里就补充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设地可知呢 它其实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 然后它就有一个停车场蛮大的 可以在这里停车 然后它的入场是免费的 然后就在它这里的旁边呢 我们就看到很多 一个屋子这样的东西 它就很像一个度假村这样的样子的感觉 然后它的另一车呢 就是可以走进去观光的 然后我们就是走进去 那个免费观光的地方 然后也是蛮多旅客进去的 在那边的那个风真的好大好大 好接下来就让大家看设地可知的美丽风景吧 好了我们现在走完设地可知了 然后下一个目的地就是 沉山热出风 好了现在我们往着 沉山热出风的方向走着去了 哎呀本来是希望可以看到热络的 可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太阳 多云啊 走上去 外走一点点我就开始喘 反正是平时没有运动 sorry 我们终于上到来了 大概可能15到20分钟吧 真的好累 看一看 Mavic Air 刚才我 我试下要飞出去拍这个 沉山热出风的全景 然后我觉得是拍不了 因为 出去外面的话那个风太大 然后 其实我出到一半就是这个 你看现在我for maximum我去到的那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已经不敢再出去了 如果再出去的话 我觉得是飞不回来 因为我从这里的时候我想要飞回来 它已经是 连续10秒钟它的那个距离是不会动了 所以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体验 我刚才以为我就来要 我还要失去我的车子了 因为刚才它还出了那个 warning sign 说 Maximum Motor的capacity已经rich了 就是说它已经尽全力飞回来 还是完全那个距离是不会飞 不会动的 一个办法就是你将你的那个高度调低到 靠近那个山 因为山就会挡风 挡风过后你就可以飞进来的 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 就是玩惊险的 要来这里飞无人飞机的话 记得小心一点 最好是有更强的 可能like Phantom 跟Mavic Pro 可能可以 handle 这个这样的样子的情况 好啦 我们在这里吹一下风拍下照 我们就下回山 OK 走下来 下面那边 那边应该就是海女之屋 那边他们会有mice 那种新鲜的海鲜 还有生鲍鱼 就这样给你吃 哇 好凉啊 好了我们走完晨山热出风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 晚餐是什么 Sambap 我不懂什么 我不知道 画一叫 就是 你看怎么 它其实就在 在晨山热出风附近 是网上看到 有些youtube video介绍的 它的斑菜竟然有螃蟹 这个就像是烧菜 烫里面煮那个 青鱼 好像煮到很软那样 哦 应该很好吃 试一下那个汤先 嗯 嗯 哇 很重鱼味 我觉得好喜欢 好错 嗯 嗯 嗯 它鱼走到很软 好像吃下去入口即化的感觉 不错 我觉得好吃 它有一些部分 靠肚子的那一部分 是真的是特别好吃 它就是吃下去 鱼 鱼小成的肥肉 那个真的就是入口即化 然后味道又很香 哇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佳肴 我们两个人 我去换钱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下单 因为其实我不确定多少钱 只是看它上面的那个东西就是 大概就不会超过五六十千 然后我就觉得应该OK 然后我还钱的时候 我 才28千 两个人 我吃到饱到不能再吃了 真的是我觉得 这个鱼又好吃又便宜 其实我也不确定它是不是算错 我可是应该 应该是对的 28千 两个人 真的是 值得吃 下面讲那个地址 它就在大陆 Starbucks的旁边 好人 我觉得 这Starbucks之前就要转进来 真的好吃 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下面按一个like 然后记得按订阅 还有顺便按旁边那个铃铛 好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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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